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碧桂圆服务609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劾早减选原因是 中央加强稳内房 有助推动内房及相关产业复苏 外管行业有望受惠 民企龙头碧桂圆服务 在管面积化速增长 盈利继续呈现增长趋势 可以加以关注 碧桂圆服务主要在内地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社区增值服务和非业主增值服务 截至6个月底集团在管面积 案年增加9成7 主要透过收购所致 迫伏核心盈利增长指引介乎2成至3成 根据中金预测 迫伏2022年盈利预料案年增加2成至48亿人民币 2023年盈利增加2成至58亿人民币 迫伏年初至今股价调整6成半 根据Win的数据显示 碧桂圆以最近12个月PE统计 3年PE区间是8.9至84.7倍 现时PE大约10.4倍 5处于3年估值区间底部 中信证券说 当前共享开发品牌的民企物馆公司 平均PE是10倍 策略上建议等候15元附近吸纳 目标先看22元 中线需要企稳22元之上 方可扭转下跌的形态 大案给予它的目标价平均大约27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中线14元就止 中线14元 这个发辞了 中线15元 从2016年